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借邪音的文章之 《银爆启示录蛇变》 某市的中华路有一蛇滩 入夜时 并有许多人围瓜杀蛇取胆的表演 听说蛇胆适合滋补眼睛 有些人迷戏于此 便不惜出价钱 杀活蛇取活胆吞服 吃这种药的人太残忍了 也许会使他们眼睛发光一点 可是可怕的事情真相 会让人吓一跳的 由于神力乐器的关系 在此人身上会发现阴绿光芒 而此种阴光却来自眼睛 它与蛇的眼光相同 由于光芒之大小 可以推断出所服蛇胆之多少 我曾经看到一个好蛇吞蛇胆的人 是个单兵的战士 夜晚席登睡觉 就有阴光冷蛮 从他的眼里射出 蛇里与人离混合一体 此人灵魂中已灿染到蛇的怨恨之性 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射箭之细思之 果然很久此为战士 在一次野外操练时 既被毒蛇咬伤昏迷不喜 立即刻加他 送完也在医院急救 过了几天 当我到医院看他时 临时片刻 在他的脸上 赫然出现几十条大小不同的蛇魂 对他身影而欢呼呢 这时我趁机说教 要他从此不吃蛇肉 蛇打 常念白衣蛇咒 每月发月注意善书 回下约页 相信他会有所感悟 现在有人不禁会问 蛇的前夜暴是什么呢 答 蛇是冷血动物 人怕蛇 蛇亦怕人 其实蛇是人类轮回道上的近亲 人死后沦为蛇的暴翼有下列几种 一 下海为参计 或是舞女 或卖弄肉体 或摇生牙者 若不知转寒 必多沦为此夜自古以来 有人脱裸物 还配合大蛇 作尾碎表演者 是现实的遗像异症 想想吧 二 阴阳邪精 装作色情媒介者 或是色情禅所之狼马 吃人不见血 强迫善良父女 处女 为不法隐形 皆转身为蛇类 遭到世世人人被人类杀蛇 吃打 活泼生命的痛苦贸易 三 好行小技 射陷阱 汉善良 孔蜜富人 凡是冷酷无清澈 再是一大冷血动物之元素 自然死后 张嘎口蜜蛇口为虹 覆戒蛇蛇毒养之蛇类了 好了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喜欢请订阅分享 点赞阿弥陀佛